谈前不伤感情 斯凯勒给你的设计杠 其实你可以选择做很多 因为我们产品设计也有 就产品的包装 那肯定我们有服装 除了我们服装之外 我们还有服饰 以及水杯啊 背包啊等等 而且斯凯勒是冬奥会的生产商 今天其实你选择台上的 我们三个企业 我也不知道 去雨昕那设计什么 我觉得 这个是故意的 这个是故意的 没有故意的 是真实的 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你刚才几个 包括生肖设计 包括你刚才那个国酒设计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因为我们是做超级IP的 因为我在全网有3000多万粉丝 对于你来讲 我觉得我可以帮到你 让你迅速 甚至可以在下个月之前 因为我们在年底之前 会有30个SQ上线 然后会有非常多的明星和网红推荐 并且我们品牌已经上了 中国的17个电视台 卫视的广告投放 所以我觉得你的设计需要被看到 嘉欣你好 你看你叫李嘉欣 我叫李雨昕 我觉得咱俩就听起来像一家来的 是吧 第二呢 就是 你到最后才打这个青青牌 晚了 目前我们线上的用户覆盖 大概有六个多亿 所以设计呢 是我们公司的大部门 能做的设计的类目也比较多 UI 优异 平面都有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来 嘉欣 出发 灭掉 三分之一战灯 走 真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我们请马瑞和曾花走上竞价台 再次斯凯勒给你的岗位就是设计师的岗位 首先如果你去花姐那儿的话 冬奥会的产品不是由花姐来确定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可以完全承诺 因为品牌是我自己的 我可以承诺你 我可以让在二十个电视台登录你的设计广告 你在做选择之前 真的不需要跟妈妈再商量商量吗 我看妈妈一直往这边看 后面就是请我到台上去的时候 我们母子俩一起商量的还是他的选择跟我的选择一样 所以说我是感到很高兴 嘉欣 考虑一下 倒计时开始 选择修图师或者斯凯勒 李嘉欣 告诉大家 你最后的选择是哪一家企业 我的选择是修图师 祝贺马瑞 也祝贺李嘉欣 嘉欣 我觉得你错过了一个机会 谢谢曾老师 你错过了一个机会 真的你错过了一个机会 没关系 没关系 也祝福你 好 谢谢曾老师 我觉得这是我录菲尼莫属 有史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收看节目完整视频 报名参与菲尼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菲尼莫属 全篇2010 at 126.com 如果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菲尼莫属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 工商信息 发送到 菲尼莫属招聘 全篇at 163.com 上抖音 搜菲尼莫属官方号 每天中午12点 我们将会在 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连线企业家和人力专家 解答你的职场困惑 提升你的职场战斗力 上抖音 每天中午12点 菲尼莫属直播间 咱们不见不散